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他就叫我逐一擊破先看A拍 他就叫我們Find the range of values of x that satisfy the inequality 就是負整個東西 就是x加6再over2 就大於3x加4 事不宜遲 兩單字出來先說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都很先進 不如我把整個A拍和B拍的題目給大家看 大家不需要去真心看著做 節省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說明A拍要做這個不等式 英文就是這個 這個不等式 說明做得不等式 我上課也說過 其實做不等式和做等式很相似 做等式的時候怎麼做呢? 就是如果你加一個數 想調到旁邊 那你就會變成減那個數 加就變成減 減就調到旁邊就變成加 成一個數調到旁邊就變成除 除一個數調到旁邊就變成成 所以在不等式的世界 你當它等式這樣做就可以了 不過留意有些動作 你需要把箭咀倒轉 就是什麼呢? 我先按個按鈕給你看 留意螢光幕 黃色部分 我已經叫你上課 就是當你做一些動作 就是乘或者除 一個負數的時候 一定要是負數 正數不行 那箭咀不等式 那個大個小個的箭咀 是需要倒轉的 可以嗎? 直接做給你看 A拍 首先抽題目 就是負 好 就是x加6 再over2 好 就大個3x加4 如果你給我 我自己就會 真心說 我自己會把負號 不如移到下面放 好嗎? 讓你看得舒服一點 下一步就是x加6 就over 負2 好 就大個3x加4 好 除負2 整個動作 如果我們調過去的時候 整個動作就是乘負2 我們這次做的動作就是乘一個負數 這次的負數就是負2 乘負2 乘負2在旁邊 那箭咀是需要倒轉的 OK? 所以你也不用考慮 倒轉左才說 因為為什麼會怕忘記 倒轉左才說 不是倒轉左 然後就自己做的 就是x加6 留在左邊 把除負2調過去 除就變成乘負2 對 動作就是乘負2 所以把負2乘負2 接著繼續去 就是x加6 照射 箭咀繼續保持 小個 兩個箭咀刷括弧 把負2丟進去 簡單來說 就是刷括弧 所以第一個箭咀是負正 就得負 所以就是負 2,3乘6就是6x 第二個箭咀 就是負正得負 就是負 2,4乘8 就是這個 所以在這裏 最後 我們把 減6x調到旁邊 變成加6x 所以在這裏 就是x加6x就是7x 好,加6我照寫先 小個負8 接著就把7x寫在這裏 小個 把加6交換成減6 所以就是負8 再減6 就是負14 最後把乘7 小心翼翼 乘7 乘7 調到旁邊的動作就是 成變除 動作就是 除7 乘7 調到旁邊 成變除 所以就是除7 往上是除 那要不要調轉 我箭咀 除負數的時候才要調轉 是不是負數 除7 正數 除7 所以它也不是負數 所以箭咀是不需要no 不需要倒轉 所以x在這裏 小個 上面就是負14 最終結答案就是 x小個 小個 除1 不用理會 上面只剩下負2 終結答案就是 x小個 4 6 如果可以 還有少許位 不如我們在這裏做個B 部分 B部分 看看 他問些什麼 B部分 不用站來站去 在這裏看 這裏有題目 他就叫我們 Write down The Greatest Possible Integer That Satisfied The Inequality In A 能寫出 即是叫你寫的答案 Write down 就是能滿足A中的 不等式 最大可能 整數 即是什麼意思 他沒有叫我們畫圖 就是Represent the Solution Graphically 是嗎 沒有 即是沒有叫我們用數線去表示其答案 但我會 因為你畫完之後 你會比較適合 那 我畫他出來 在A Park這個範圍 在哪裏 就是x小個負2 0 我又不寫 你當我懶豬 最重要是寫負2 對不對 負2在這裏 好 他那個範圍很明顯 就是向左邊這裏延伸 空心圓 那為甚麼空心圓 因為沒有等於 沒有等於 就是空心圓 那我就 我先形成了Vision 讓你看 即是游了陰影部分 而事實上 老老實實 我們要用這邊的區域範圍 不斷延伸下去也可以 我只不過圖畫小一點 沒有畫到那麼大 你可以不斷畫大 簡單說 要Posable integer 最大 所以我就想整數 負2隔離的整數就是-3 負4 負5 我不再記錄那麼多 就記錄幾顆算了 負2隔離就是-3 負4 還有就是-5 對吧 而事實上 老實 我先移過一點 好像比較帥 老實 如果這樣看 他要我們找個最大 最大的Posable integer 但是 負2是不包的 因為這個空心圓 不包這點負2 所以最大 我自己覺得 負得越厲害 譬如負1億 負1億便很少錢 欠人很多錢 便很少 你要最大便負少一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 應該會是-3 答案 可以嗎 所以正確答案 我寫的 直接write down便可以 就是-3 直接寫出來便可以 OK 他叫write down寫出來 不用講解任何東西 當然這幅圖 就是我給你的講解解說 對嗎 可以嗎 他沒有叫你畫圖 你可以不畫 可以嗎 好 終於完成 檢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